第278集 他说只有疼痛才能让我精神释放 才能去到十斤之外的起点 一个美妙的地方 医院怎么医治他 他都配合 喂吃什么药他都吃 怎么安排他都坦然处置 他的思维条理清晰 如果不是他总自残 谁也不会想到他精神有问题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了 如果真有人能够让十斤倒流 那么一定是他 吴恒说得很无奈 我听得也是很无奈 老头这样的最难对付了 跟梵天大神属于同一个级别 吴恒之前也说过 精神病院中有东邪吸毒 南地北盖 老头就被称之为北盖 可见邪乎厉害 死了之后就更加厉害了 邪乎的都无法形容他了 压得都快成为仙人了 竟然能让时间倒流 眼前的乱象还在继续 吴恒说完这些 就要继续上次的重复 吓走慌乱的精神病人 我却忽然灵机一动了 对他说 吴院长 你先别动 我打一电话 掌控时间 能让时间倒流 不借助机器 人怎么能够做到 我还是无法相信 半小贤还在外面的车里 只要我跟他对一下时间 问问他的时间 是不是跟我们的一样 岂不就是都清楚了吗 是吧 我急忙给半小贤打电话 很快 半小贤就接电话了 我快速地问 小贤 别废话 看看你的表 现在几点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时间倒流 半小贤那头沉默了一下 看样子有点懵 很快话筒里传来他的声音 老总 现在是两点四十五分 我没感觉到时间倒流 没等半小贤再问 我就把电话挂了 事实很清楚 老头所谓的掌控时间范围并不大 估计也就是这栋楼的四周 我忍不住松了口气 他的能力虽然让人觉得恐怖 但还是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老头的确能够掌控时间 范围却只在这栋楼附近 我和半小贤的对话 大家都听到了 每个人的脸上惊人都是一松 身体也不再紧绷那么紧 虽说老头能力依旧很强 但给人的恐惧感 却没那么强 李玲深吸了口气 继续 这次一定要把王军救出来 浪总 别再激动他了 就算他掌控时间的能力 只限于这栋楼 外面时间依旧地继续 咱们也跟他耗不起 天一亮 再次恢复平静 明天就更为止了 我当然明白李玲的意思 对他做了个OK的手势 示意他放心 又跟吴恒对视一下 吴恒拎着药箱喊 时间到了 大家该吃药了 吴恒的威力无疑是巨大的 他白大褂的形象 在这些精神病鬼的心中 印象深刻 他的到来如同滚油泼雪 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 尤其是杜师娘 惊呼道 不好了 吴院长又来逼着吃药了 走廊里的精神病人 再次轰的散开 我急忙跟上去 这次李玲跟我并排而行 跟随着精神病鬼 跑到了黑猫警长所在的 那间大屋子 进去之后 打眼一看 黑猫警长竟然守在王云身边 而那个老头看到我们 突然就愣了 李玲握着冠音灵感玉 就朝黑猫警长去了 黑猫警长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 但显然他已经有了准备 伸手去抓王云 可李玲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还没等黑猫警长抓到王云 李玲手中的冠音灵感玉 已经是拍到了黑猫警长身上 冠音灵感玉散发出来的柔和光芒 把黑猫警长顶一跟踪 接着李玲就又扑上去了 这个时候 吴恒还没赶过来啊 我也等不及了 急忙趁这个空当 一个剑步蹿到了王云的身边 伸手去扶的 王云的表情明显是受到惊吓了 惊恐的看着我就问 浪总 我记得已经救了我一次 怎么突然我又坐回到椅子上了 我也没有时间跟他解释太多 趁老头还在发愣的功夫 急忙扶起他就走 刚走出一步 老头一晃 又把我拦住了 还没等他开口 我就急忙的说 你说的我都信 你真能掌控时间 你看你都把我们整回到半个小时之前了 你说啥我都信 我一边说 一边使劲往前挤 可老头气场 又把我拦住了 我急的是没办法没办法的 红篇道 你让我先把这女孩子送下去 回来我就拜你为师 太神奇了 时间竟然真的能够被掌控 你是我的偶像 我要跟你学习啊 说了这么多话 老头终于抬头看我 眼中却满是疑惑 不对啊 我把你们送回三天前 让这一切重新发生一次 你们怎么才回到了半个小时之前 难道是手表坏了 说着话 拍了拍 手腕上的手表 于是哥们眼前 又是一黑 每个人都有后悔过 因为都做过一些傻事 一些后悔莫及的事 也时常想要能回到过去 该怎么样去避免 是不是就会不那么遗憾 我也同样如此 老做一些事与愿违的事 就比如上大学选专业 比如相信了裴江 跟裴萧萧姐明昏 可这世界上哪有卖后悔药的 时间也不能倒流啊 所以人这辈子 都是磕磕绊绊的向前走 走一路摔一路慢慢的长大 慢慢成熟 谁也避免不了 我没想到时间真的能够倒流 虽然只是在一栋废弃的老楼里 那也够臭屁的了 不同的是 我发现即使重来一次 该遗憾的还是会遗憾 该倒霉的还是会倒霉 就像现在 因为我发现 哼 我又回到半小时前了 手表上的指针依然指着一点半 李玲刚从梵天梦境中出来 手里抱着博奇 惊讶地看着我 阿琳娜还有小和尚 阿琳娜只能是苦笑啊 小和尚不停地念诵佛号 光秃秃的脑袋上 也流出汗了 雪猫又出现在我身边 这次她怒了 对博奇叫两声 博奇从李玲怀里窜下来 雪猫一声惊怒的猫叫 带着博奇没搭理我们 直接奔楼上去了 李玲瞧着我愣了愣啊 问 又回来了 我点头 感觉脑袋疼 掌控时间的老头 搬套路出牌 求饶相信拜师 什么招都没用啊 她觉得 没把我们送回到三天前 是她的表坏了 既然是表的问题 她就会不停地拍表 这样我们就会不停地回到这个时间点 太操蛋了有没有 更操蛋的是 上次黑猫警长就有了警局 守在王运身边 这次肯定会更加的警惕啊 没准就带着王运跑了 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进 我觉得这一次有必要要好好的筹划一下 想想该怎么更有效率 大家分工好 绝不能够再出这样的差错 小哥 咱们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务必以此成功啊 我说完李玲看了看艾琳娜 又看了看小和尚苦笑了一下 对我说道 狼总 咱们人手不足啊 我琢磨了一下前两次的经历 不由的苦笑 的确是人手不够 李玲手里有观音灵感育 能对付黑猫警长 我去救王运 小和尚艾琳娜 基本帮不上什么忙 这一来就没有人牵制和对付 掌控时间的老头了 而这个老头 却是最关键的 我看向小和尚 对他说 发客 待会咱们再冲上去啊 我缠住老头 你去救王运 什么都别管啊 扶着王运往外走 要是能走出楼里 我们就胜利了 小和尚点点头 手上的木头念珠也不粘了 套在手腕上 撸起袖子说 浪哥 你放心 回听把女施主给救出来 安排好人手 我和李玲对视一眼都没动 站在原地等待吴恒 过了会儿 吴恒叫我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急忙让他上来 同时对李玲道 吴恒一到 直接冲上去 动作要快 李玲点点头 攥紧了手中的观音灵感欲 没多大会儿的功夫 吴恒就要上来了 见到吴恒 我也是没废话 对他说 这次直接冲上去 别停顿 一起行坐 吴恒累的脸都有些发白了 毕竟五十多岁人 这么不断的爬楼梯 折腾的受不了 额头汗珠不断低落 却还是点头 我也深吸了口气 带头朝上跑 到了三楼的楼梯口 又看到了葫芦娃老七 同样挂在扶手上 晃晃当当的 茫然的就朝着我们几个 显然对一次次的重复 感觉到不理解 我刚要向前搭话呢 突然感觉周围的空间 似乎停滞了一下 那是一种特别细微的感觉 就像是所有的空气 都被抽空了 时间很短 几乎是刹那 接着眼前一黑 我们几个就又回到了 一点半那个时间段 李玲又抱着薄琪 傻乎乎的站在那 身上蓝光 消退了 无奈的看着我 我特妈都快疯了 这么个折腾 什么是个头啊 而且我们时间不多呀 楼里的时间虽然在倒退 可外面的时间 没有倒退呀 天该亮的还会亮 到之后 所有的努力 又都白费了 草蛋的是 这些精神命鬼的 能力是一天比一天 厉害变态 今天救不出来王韵 明天就更救不出来了 我是真的着急了 玄猫也懵了 李玲放下薄琪 这次谁也没说话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 显然掌控时间的老头 很执着认为自己的表坏了 不停地在拍他那个 并不存在的表 我们也只能是一次又一次重来 小哥 这么折腾受不了啊 我去接他一下 待会你现在我俩上来 直接冲上去 咱们争取在老头 重新再来一次的时候 把事情解决了 只要王韵出这栋楼 咱们大不了陪他玩一玩啊 我说这话就奔楼下去了 一切平静 当我跑到门口 吴航刚进来 见到我 也是无奈地苦笑 老头已经气喘吁吁了 捂着胸口心脏病都快犯了 我急忙上前辅助他 歉意地说 吴院长 咱们还得重来一次啊 啊 你要不我背你吧 不用 我还坚持得住 走快走 别耽误时间 吴航反而争夺我的搀扶 小跑着奔楼上去了 其实我知道他妹妹肯定不在楼里 因为他的妹妹不是妄想型的精神病 或许早就烟消云散了 我想这一点吴航也清楚 因为从他的反应来看 他应该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妹妹 否则不会如此平静 这对吴航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但他还是能忍住心中的悲伤 帮着我们去救王玉 从这份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并且坚持救人 吴航就值得佩服 我叹了口气 紧紧跟上去 这次谁也没磨叽 吴航一道 离了离打斗阵冲上去 我们几个紧随其后 很快就到了三楼 看到了葫芦娃老七 这一次还没等我废话 葫芦娃老七 见到我们就跟见了鬼一样 翻身从扶手上跳下去了 惊呼道 鬼啊 葫芦娃都崩溃了 可见时间倒退来倒退去的影响有很大 不过倒是节省不少时间 离灵都没停 直接冲上去了 我也紧随其后 可到了四楼 眼前的情形 却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 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整个四层楼道里 没有一个精神病鬼 乱蹦乱跳 都是迷迷茫茫的 犹如无主的幽魂 晃晃荡荡的 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 而在这些精神病鬼当中 黑猫警长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轴上抓着王韵 也迷茫的不知去哪 我突然发现老头 虽然能够让这栋楼的时间倒退 改变我们的节奏 但有些事情 他还是改变不了 精神病鬼气场还在 形成的巨大保护圈也还在 这就等于黑猫警长 虽然早有准备 可只要他身在精神病鬼之中 仅凭他的能力 也冲不出保护圈 我都只是精神一震的 只要黑猫警长还在 不像迪茫那样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就有机会 刚想到这儿 乌恒就朝所有精神病鬼走过去 大声的喊 滚灯 吃药 睡觉 吴恒仍然有威慑力 可来的次数多了 威慑力小了不少 精神病鬼 并没有像前两次 见到他那样一护而散 都有些痴愣 惊讶地看着吴恒 似乎对吴恒不断地出现 他们不断地重复到回廊 感到不解和不安 沉默了一下 杜师娘尖声喊道 他都来两次了 怎么还来 吴恒 找到掌控时间的老头 因为老头根本就不在精神病鬼之中 那他会不会还在房间里 黎灵已经冲上去了 小和尚紧随其后 吴恒大步地逼腿精神病鬼 哥们能做的就是拖延老头 摆弄他那并不存在的手表 我的动作 我的动作也够快了 几步就窜到了黑猫警长 关王运的那个房间门口 再有一步就进屋子了 啊 可意外来的总是那么突然 就在我一只脚踏进屋子之际 猛然间感觉撞到气场上了 这下撞得挺猛 不仅是我倒退了一步 迎面出来老头呢 也倒退一步 他抬头看了看我 眼神中同样是迷茫 随即就皱眉去看自己的手表 嘟嘟囔囔 怎么就失灵了呢 我见他又要去拍手腕上的手表 急忙喊 老师啊 我相信你的理论了 你的确能掌控时间 我们都倒退回去好几次了 表坏了不是那么大事 我会修表 让我给你看看 我现在看见老头 都有点哆嗦了 呀要是一直拍表 我们肯定是又回到半小时前 只能是先稳住他再说 说话也算是技术 可那老头根本不搭理我 仍是拍了拍表 迷惑地说 怎么就坏了呢 我擦 我忍不住大骂了一句 眼睛一黑 又回到半小时前了 看到黎玲抱着薄奇 又站在我的眼前 哥们都欲哭无泪了 艾琳娜和小和尚脸色 都是相当精彩 黎玲那么冷静的人 额头上也见汗了 我们几个实在是又累又绝望 这几个小时里 我们顺着楼梯不停地上上下下 说句实话 每个人都是超常发挥 体力上不说了 还要斗智斗勇 我们几个没崩溃 都算是奇迹了 我只能够进去 我还没进去 我还没进去 我还没进去